主料,咸菜50克,餐豆250克,主料,豆皮半张,笋丝,准备时间10-20分钟,制作时间10-20分钟,咸菜50克,餐豆250克,豆皮半张,笋丝少许,汽油锅放入残豆煸炒,2分钟左右,倒入咸菜和笋丝,一同煸炒,放入切好的豆皮条,豆皮切成0.5厘米块, 翻的长条,翻炒底下,放入适量的清水,改善锅该煮,等起锅前放入盐和鸡精,即可,盐又少放点,因为咸菜本来就有点咸味的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订阅本频道。